离婚宴不是新鲜事 但始终参加机会不多 对当的菜色更是茫然 网上近日便流传一份罕见的婚宴菜单 七道创意菜名欲看欲心酸 难得网民星勃勃为菜色左配右搭 加两发水为离婚宴额外 多另外七道菜 还有甜品 果盘和限定饮品 实行时盛大餐贺离婚 不过 网民始终最关心复宴是否在做人情 还是惊喜的有机会取回当日送赠的金白银 网上近日流传的离婚宴菜单 其实已是年的宴会 设宴地点为马来西亚以保 事隔禁一 楼主已会不会比结婚更高兴庆祝为题 曝光这罕见的菜单 网民指出菜名不错哦 比结婚的还创意并特别提到网民指出猪托是这道菜好火药味 另有人建议要搭配歌单 除了原有的七道外 网民考花心思为离婚宴增设了额外七道菜 并有生果拼盘糖水和限定饮料 网民新增的七道菜 扩滚蛋汤 纷飞烟烟窝炖鱼 吃心当玩偶猪心 脸偶 好离好散 一拍两散 离婚猪蹄 凤梨虾球 另饭后必备的绿帽橙汁 和甜品绿帽豆沙 伴梨炖 花果伴梨有分梨之意 生果盘则是雪梨 即个是料 河水不犯井水 网民环化身恋爱顾问 即离婚 大谈对婚姻的看法 言论间竟然力挺离婚 形容婚事件开心的事情 所以更加值得庆祝回负担 快乐又开心 又指离婚赚到自由 赡养费 不用煮 看不用人脸色 还有自己赚钱自己花 想法实际 网民则意识到离婚宴做人情的问题 指这个硬要退红包拳 又使无使做人情呀 男方女方一起的吗 还是某一方自己摆的 去了是要说公喜欢 要说什么会比较适合 所以可以去吃饭 再退当包的红包吗 男女关系往往是人妻与闺蜜 坚立长心的永恒话题 继后再有新手人妻已婚后几 爱情消失为题 在网上香港讨论区发文 经一轮论 得出了胜过独行和聊胜于无的结论 楼主指 婚系恋爱坟墓 原来记这么一回事 好似一起住 好朋友 毛咩特别感觉 又对其他人都记毛咩 绝 点番爱情好 星岛头条APP 已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